在這裏我們會穿過十字 這裏還可以插一塊小牌子 還可以穿上燈 Hello, 這是原始森林教學頻道 我是Ready 這次我們會做這個保鮮花盆景 之前我們也做了很多玻璃盆景的製作 就欠保鮮花還沒教大家 我們馬上去看看吧 這個是我們這次會用到的玻璃瓶 不過暫時就不用用了 我們先放一邊 我會用這個湖水藍的玫瑰花 做這次的主題 準備好兩條鐵線 我會把鐵線剪尖一點 然後我會把它睹入這個花勁的位置 然後會拿另一條鐵線 在這個花勁低一點的位置 呈現一個十字形去把它串在一起 我們把第一組的鐵線向下拉 然後把另一組也都向下拉 我們會把這兩組的鐵線扭在一起 這樣就會呈現一個花勁的效果 我會用花藝用的皺紋膠紙 這隻膠紙比較特別的 我們用力拉它才有黏性 然後我們就會包著花勁和鐵線之間的位置 然後一路向下捲捲捲捲 捲到最後我們就會包一條鐵線 最後撕斷它就可以了 準備一塊假花泥 時間關係我就已經切好了 大概這個位置 我們就會在下面撕一撕熱溶膠 把它黏在正中間位置 這樣就可以了 我準備了一些彩色的Moss 這種Moss就比較有趣 我們可以把它撕開 大約一個手指頭的大小 然後沿著玻璃屏的邊緣 比較肥脆的位置 就把它撕滿它 這樣可以混合一些顏色 那我就用到紫色和白色 去到最後我們就不要再加了 因為我們稍後會用到LED燈 這隻鐵線的LED燈 我們都需要做小動作 你看到上面會有兩盞燈 那下面有個位置就沒有燈 我們就需要把它對摺 變成一個發夾的形狀 這樣可以重複做 大約五至六折 然後我們就會把這些鐵線的位置 插進去花泥裡 我們一般都要圍著這個花泥的邊緣 大約五至六折就可以了 會圍著一個圈 之後我們會把一組一組的鐵線 向往下拉 最後就會做了一個蓮花的效果 有一半在下面 有一半在上面 之後我們會用一組一組的鐵線 用彩色的MOS去做第二層的修飾 盡量遮住鐵線 我們一般的高度去到玻璃瓶一樣就可以了 我會用淺藍色的小玫瑰去做陪伸 黃色去做一個點睛的效果 因為它的花勁比較油 不能穿鐵線 我們一般都用帶頭針去捉住底 然後用熱熔膠加花管 將它們混合在一起 這樣也可以做到一個花勁的效果 在花泥上面畫個十字 方便自己記位 在左邊我會放入這個藍色玫瑰 插得低少少 而黃色放右邊就會高少少 有高低級相對立體感會比較重些 以防翹鐵線會弄爛大玫瑰 我會用筷子去取替 首先把鐵線圍著玻璃瓶的內圍去翹著旋轉 去到接近尾部的位置 我們會做一個小發夾 把鐵線圖放在花泥裡面 這樣就可以固定了鐵線 然後我們就可以調整一下鐵線的高低位置 準備好你的大玫瑰 我們會放在兩個小玫瑰 後面中間的線上 把鐵線圖放在剛才筷子的孔 就可以了 有時間我們也可以用空氣的MOS 去做一些修正 當你的LED燈鐵線已經差不多好 我們會把尾端 先做一個發夾的形狀 夾著玻璃瓶邊緣 然後用膠紙貼緊 就可以固定 不會彈起了 來到配色花 我會用到木獸球 我們盡量都會用到 跟主體花相近的顏色 修剪一下 大約一個帽子的大小 我會準備幾份 主要放的位置 都會在鐵線之間的縄位 三段玫瑰之間的空隙 也要把彩色的MOS 蓋上去 也會用到比較高 一些的配色花 左邊的滿天星 和右邊的白咖喱 植物 用的方法也很簡單 比較要注意的 就不要太大破 我們放的時候 放在植物之間的空隙 就可以了 記住也不能太多 因為一個漂亮的作品 空間感也很重要 滿天星的擺放方法也相近 注意都不要太多 主要是配合LED燈 去做一個營火蟲的意境 大致上要放的材料 已經放得七七八八了 之後我會為玻璃瓶做少少裝飾 我用皮夾線去打一個胡蝶結在上面 還未完成 我們也可以發揮一些小創意 把一些心意的木牌放進去 送給你心意的人 或者寫一個鼓勵字句給自己 也可以 這次已經學會了玻璃保鮮花的植物擺設 接下來我會教大家做更多 有趣的室內或辦公室植物擺設 記得訂閱我這個頻道